他不讨厌陶瓷 却对金属敬而远之 根据陶瓷的这种特性 在日本医学界医生们的支持配合下 我们用陶瓷材料 研制成功了人骨的替代品 最初是牙科的移植用品 我们和医学专家们一起研究开发了陶瓷牙根 并成功地辅助使用 此后为腰关节损伤 不能行走的患者 我们又开发出了人工骨关节 得到后生生的认可并开始销售 使用陶瓷材料可以减少摩擦 人工骨关节的使用效果 获得了众多医学专家的好点 当时他们要求我们 接下来一定要研制出膝关节 虽然制作膝关节的呼声很高 但销售必须经过后生生的批准 为此必须进行临床实验 然后将有关数据提交后生生 然而医生们都认为 陶瓷骨关节效果非常好 已经积累了几百个成功的病例 同样用陶瓷制作膝关节 不会有任何问题 如果有问题 我们医生可以负责 为了那些因为膝关节不好 而痛苦的人们 请你们尽快开发出新产品 我们公司的技术人员认为 既然如此 我们就应该研制人工膝关节 提供给患者使用 与人工骨关节一样 膝关节的效果也非常好 定制人工膝关节的要求 源源不断 正当我们依照客人的要求 制作时 有人写新闻稿投诉 报章杂志纷纷登赞 经此在没有得到 后生生批准的情况下 销售陶瓷习关节赚钱 在人命关天的医疗领域 为做生意而销售 未经许可的产品 这样的企业太缺德了 这不仅伤害了我个人的体面 而且媒体连日把矛头 指向经此公司 指责我们为赚大钱 不惜以病人为诱饵 我们多次去后生生说明解释 并认错道歉 每当此时 媒体的电视摄像机 就摆开了阵势 我低头道歉的样子 连日出现在电视新闻之中 在家族公司员工 以及周围的人群中 我抬不起头来 我的名誉 信誉受到了莫大的伤害 我坐立不安 心里非常痛苦 那时我想到了林济宗庙新寺 太原福寺的欺骗丹雪老师 我想大家都知道吧 前不久他刚刚过世 那天我去拜访他 喝着老师炮制的抹茶 我向他倾诉了自己的痛苦和委屈 丹雪老师说 道圣君 之所以你会感到这样的痛苦 那是因为你还活着 如果你死了的话 就没有什么苦恼了 正因为活着 才会有苦恼 这不是件好事吗 因为活着才有苦恼 是这么个理 但是 他可是我非常敬仰的老师啊 这时候他这么讲 我觉得有些意外 现在回想起来 大概当时 我也把自己的疑虑 写在了脸上 丹雪老师又说 道圣君 虽然我不知道你过去 击下了怎样的罪孽 但是 你击下的那些业障 以灾难的形式表现出来了 你现在倒霉 就是你过去犯下的罪孽所致 这是一种因果报应 当原因招致的结果发生时 原因也随之消失 也就是业障消失了 如果这种报应严重到 要剥夺你的性命 那么 你的人生 就算告一段落 但是 道圣君 你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 经词也还是一片繁荣景象 因为人工膝关节的问题 你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你感到痛苦和烦恼 但是 这种程度的挫折 就能把事情了结 就能把事情了结 就能将你过去的罪孽 一笔勾销 道圣君 应该庆祝一番才对呀 来来来 把酒真满 让我们一起干杯 当时我想 我如此的苦闷 你却讲这些 未免不尽人情吗 可是 回家以后 我觉醒了 老师的话 救了我 如果这种程度的灾难 就可以消夜 就能勾销我的罪孽的话 那么 我甘愿接受 世间的非难和指责 接受就是一种忏悔 这是为了清除 自己身上的污垢 所必须的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 我的心境豁然开朗 浑身有了力量 灾难的发生 是自己过去犯下的 罪孽的抱怨 如果不殃及性命 到此为止的话 那反而是值得庆贺的事 这样一想 摆脱烦恼 人就轻松了 可以将这事忘掉 转而在新的人生旅途上 坚定地 满怀希望地走下去 对挫折和灾难 有上述正面的态度 才会有一个幸福的人生 我多次向大家 讲过这些道理 这个观点非常重要 估计今后经济的不景气 将越发严重 销售货款无法回收 到手的支票不能兑现等等 会发生各种纠纷或灾难 超越这些障碍 不要让感性的烦恼困扰自己 朝前看 坚强地活下去 这才是最重要的 六项经济这个话题 我过去讲过 我年轻时给大家讲这个话题 是讲我当时的切身体验 现在老话重提 一是因经济萧条 正在向我们逼近 二是因为今天在场的 有很多是刚刚参加 圣和书的书生 我觉得 重新讲我年轻时 讲过的内容 是很有意义的 希望大家务必学习 并实践这六项经济 使经营更出色 让人生更精彩 我的演讲就此结束 谢谢大家 道圣先生 是通过光明大道 获得巨大成功的典范 是纯粹的理想主义 和彻底的现实主义 优美结合的典范 道圣先生 不仅是当代日本的灵魂 它还代表了 我们人类的良知和睿智 这样的典范 对于中国的企业家 对于各行各界的领导 对于渴望成功的有识知识 对于一切 有至于追求 人生真理的年轻人 都具有莫大的 难以估量的参考价值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